报心救火 战国时期,许多小国都先后被大国吞并了,最后只剩下秦、楚、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七个国家。 在七国当中,秦国的实力最强,他不断地派兵向邻国进攻,实行蚕食政策,扩大自己的疆土。 从公元前276年开始,魏国连续三年都遭到了秦国的攻打,不但损兵折将,而且丢失了很多城池。 三年之后,秦国终于打败了魏、赵、韩三国的联军,杀了15万人,并且俘虏了魏国的大将盲卵。 这时,魏国的另一名大将段干子向魏王出主意,建议把魏国的南阳城割让给秦国以换取暂时的和平。 谋臣苏代对魏王说,想要得到大将应喜的人是断杆子,想要得到魏国土地的人是秦国。 现在,大王却让想得到土地的人掌管应喜,让想得到应喜的人管理土地。 我看哪,在魏国的土地没有割让完之前,他们是不会罢休的。 此外,用割地的办法去讨好秦国,就好像是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,柴草没有燃烧完之前,火是不会熄灭的。 魏王听了段干子和苏代的话,始终拿不定主意, 致使魏国的土地不断被秦国侵占,国力也不断地遭到削弱。 公元前225年,魏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。 后来,人们就用暴心救火来比喻,一个人处理问题不得当, 结果,形势发展和最初的愿望相违背,不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, 反而增加了许多新的困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领域支持您的设计划 适合于您的身体。